失联赛第二周 28岁朱婷是否出征接打案 蔡斌不愧小诸葛 大家好 我是斌格 欢迎观看斌格聊球 中国女排已经正式抵达中国香港 第二周的比赛即将开打 在第二战比赛即将迎来的对手 分别是加拿大 保加利亚 波兰和意大利 打好了几乎完全有机会 提前锁定总决赛门票 抢占有利的排名 不过对于女排的姑娘们来说 仍然是充满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不过在这一战的关键比赛 不少的球迷都非常关注 如果朱婷能够回归 那么中国女排在这一战 完全就是如虎添翼 锦上添花了 近日关于朱婷是否能够 会和中国女排出征第二战比赛的答案 也已经揭晓了 再次之前排协和蔡斌 也都是多次跟朱婷联系沟通 回归事宜 展现了最大的诚意 而且第一周的表现来看 中国女排可能唯一的短板位置 就是林颖的对角 王云露一直表现不够完美 大家也都呼吁朱婷回归 取代王云露 争冠就指日可待了 不过虽然大家都期待朱婷回归 但朱婷很明显 现在是没有办法回归的 一方面是她在修整 另一方面 蔡斌这次大名单 并没有为朱婷报名 所以回归还需要时间 而蔡斌也不愧是小诸葛 从去年到今年执教方面已经有了变化 对于年轻球员也给了很多机会 不再只依靠老将朱婷了 所以我们也期待中国女排在新的阵容 新的时期都能够有新的变化 新的成绩 大家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